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在落地玻璃门旁边位置 餐桌上摆放着一堆文件 见两人一脸严肃讨论 估计正在商讨公事 当日 穿巴比粉Gucci连身裙内衬白T恤的她 无惧素颜 以真面目示人 在网民灵律镜原图直出下 虽然面部明显水肿 尖略为松弛 但仍是五官精致的亮妈 不少网民就指她韵味甚浓 怀疑蜜怀第三胎 亦有人认为与平日辟图有点分别 怀孕了感觉 鼻子大了好多 会不会又怀孕了 五官很突出 比一般人的五官再精致 原相机直出 和她自己平时拍的 有点点滤镜的区别 难怪说 每眼镜头下都是好看的 感觉就是有些疲惫 同时 有网民认为 方圆的鼻子侧面看颇大 因而被指撞脸 多位圈中淑女 我以为是张可怡 这鼻子 大得跟黄毅一样了 以为是赵丽颖 我以为是林敏聪前妻 陈灵丽 其中亦有人误认 她为貌似李家鼎的 前女歌手黄一问 现年58岁的香港知名男星 天王郭富城 在2017年宣布 与网红方圆结婚 开启了人生新的阶段 虽说两人相差了20多岁 但婚后感情颇为甜蜜 而郭富城也成为了两个女儿的爸爸 可以说相当幸福 最近 就有热心网友 在香港某餐厅偶遇方圆 由于方圆腹部有些凸起 鼻头变大 所以 她怀三胎 郭富城 又将做爸爸的消息 也不进而走 从网友分享在网上的照片 可以看到 方圆穿着一件白色T恤 搭配了一件粉红色背心 看着相当年轻 可能当天只是和好朋友 或者家人的约饭 方圆也没有刻意化妆 照片看起来几乎是素颜线身 方圆的身材 看起来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就是腹部有一点点微微的凸起 看着有一点韵味 不过最为明显的 还是方圆的鼻头突然看起来 变大了不少 由于很多女性 在怀孕期间鼻头就会变大 再结合她腹部有些微微的凸起 不少网友都在猜测 方圆可能已经怀上了第三胎 当然 这些照片都是热心网友偶遇拍到的 可能会因为角度 光线的问题和本人存在差距 甚至照片看起来 还有点撞脸香港歌手黄一问 至于方圆怀上第三胎 都只是网友看到照片后的猜测 她和郭富城两人 对此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众所周知 早年方圆是一名网络红人 所以当年她和郭富城结婚之后 外界对于这段婚姻并不看好 在很多网友看来 曾经的网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 天网嫂 颇有些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感觉 但不得不说 方圆还是很聪明的 在和郭富城结婚后 她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全心全意做天网身边的女人 现在夫妻俩 育有六岁的女儿郭永熙 以及五岁的女儿郭永轩 方圆这几年 一直都陪在两个女儿身边 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得非常完美 郭富城则安心在外赚钱养家 可能是方圆之前两胎都生了女儿 加上她也没有明确回应过 会风度 不再生小孩 所以这两年也总会有网友在揣测 方圆还想追生第三胎 最好是生一个儿子 凑成 好字 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天网嫂地位 对于郭富城 相信各位小伙伴已经是在为熟悉不过了 长得帅气 也有钱 所以身边总是少不了阴阴艳艳 早些年 郭富城的感情生活也是极为丰富的 而她和名模熊带琳的那段感情 至今仍旧是外界热议的话题 不过现在已经过去多年 双方都有了各自的归属 熊带琳也如愿嫁入了航门 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婚姻生活也同样幸福 美满 在小编看来 方圆自结婚后 还是变得低调不少 平时不会主动在社交媒体上炫富 但偶尔会秀一下恩爱 而郭富城在结婚后 同样也收起了过去的锋芒 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暧昧绯闻爆出 对两个女儿也特别宠爱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对于这次方圆被爆出还上第三胎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说到郭富城 也算是一代人的偶像了 曾经的四大天王 宏极一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审美 在她结婚之后 逐渐淡出了荧幕 但是一出现 还是能够引发观众们的热议 比如最近热映的电影《九龙城寨》 郭富城客串出场 戏份虽少 但是很是挺吸引人的 虽然作品少了 但是江湖地位还在 前一段时间 她还开了演唱会 一身拉风的银色装扮 也很吸引人 无独有偶 网友们在金像典礼上看到了郭天王 58岁的她笑得很开心 但是已经一脸褶子了 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大一些 别人不是 对比一下60岁真子丹 就能看来差距了 而如今 郭富城的妻子方圆 也被网友在香港偶遇了 图片中的方圆 坐在一个饭桌旁边 披散着头发 对面坐着一位女性 还放着好几个啤酒瓶子 两人相谈甚欢 还有一组图 镜头拉近 方圆在按压着手机 看起来是一个餐厅 上面还有西餐和牛排 还有水果 方圆穿着白色的短袖 上面还套着一件粉红色的马甲 皮肤较为有黑松弛 有一定的年龄感 从远处看 素颜状态下 还真的认不出 网友们纷纷评论 有高赞网友觉得 她拍的和自拍的 还真的不一样 还有人说 方圆有点像赵丽颖 也有人认为 她像静白失态 放下图对比一下 很有意思的是 赵丽颖和方圆 都是87年的 但赵丽颖的皮肤和衣品 很明显好多了 至于网友们 说的静白失态 还是有一点夸张的 毕竟 这就不是一个年龄段的 不过 方圆的基本状态 还是治好了我的颜值焦虑 卸了妆 大家都差不多 众所周知 郭富城比方圆大了22岁 算是娱乐圈年龄相差 过大的夫妻了 在结婚之后 郭富城还经常带着妻子 参加各种活动 两人看起来也很幸福 在方圆的社交平台上 也经常晒和郭富城的合照 郎才女帽 羡煞旁人 在母亲节 方圆还晒出了和自己两个女儿的合照 三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 戴着粉色的眼镜 很活泼俏皮 遗传了郭富城的帅气 镜头拉近看 方圆的五官也是比较扛打的 不过明星们的光鲜亮丽 很大一部分都是化妆和后期美图的效果 真正的素颜女神 像舒淇 王洛丹那样的 其实并不太多 稍微不注意 被人拍到了生图 就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皮肤和状态 不过这也不打紧 明星的日常生活也和普通人差不多 柴米油盐一样不缺 很多人享受的 也只是他们的身份赋予的光环而已 你喜欢郭富城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